原来我们小时候都听过这个林渊阁24宫臣 就是汉人帮了唐太宗打天下 在这个魏晋南北朝的过程里面 唐朝又稳住了汉家天下唐人江山 可是没有想到这24个人里面居然有一半是胡人 而且这个胡人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武则天都是这样子 保洁你知道历史学上到现在都有一个很大的争议 说唐朝的天下究竟是汉人的天下还是胡人的天下 有这个争议 是 这么大的一个议题 这么大议题 我们知道唐太宗的声势一直有一个谜团 说唐太宗的协议里面留着一半的胡人的血统 那就是唐太宗之谜 另外唐朝为什么都天下 唐朝天下是胡人打下来 因为唐朝你知道唐朝征官17年的时候 唐太宗把他当时开谷的功臣 在林烟阁立了24个林烟阁24工程的像 在里面让后世人也可以祭拜 那在24个工程里面 你知道里面有一半以上是胡人 一半以上 是很多我们不知道的 包括里面林烟阁24工程里面 排名第一的是这一位 排名第一是谁 这一位我们比较少讲到的是齐途通 齐途通 不是秦淑保 不是御慈公 不是 秦淑保是第几名的 第24名 排名最后的 秦淑保排二次 吊车尾 吊车尾的一个人 对 齐如通排名第一 为什么 因为他跟李世民在打仗的时候 他帮李世民打下谁 他本来是镇守同关的一个勇将 当时李烟打同关的时候 他守住同关 李烟就是过不去 后来他觉得李烟是一个圣民的一个天 等于是一个天子 后来投降李烟 投降李烟现同关投降 投降以后他跟李烟 李世民打天下 跟李世民跟王世忠打的那一战 打败王世忠就是齐途通 就最难的内造 对 开国第一功臣 王世忠是个汉将 所以没想到唐朝开国第一功臣 居然是齐途通 他居然是鲜卑人 对 第二个我们讲说 我们现在那个门神门板上有两个门神 刑琼 御石宫 对 刑琼 御石宫 御石宫 御石宫你以为是汉人吗 都会一直害人 我们的门神是汉人 不 他也是鲜卑人 他拿着双边居然是鲜卑人 所以我们一直不知道 我们拜的门神里面 两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御石宫 御石宫也是排名在很前面 刚才讲秦琼是最后一个 秦琼是汉人 但你看御石宫他排名低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有名的开国工程 包括御石宫当时唐太宗 贤武门之变 如果没有御石宫 贤武门之变变不了 所以御石宫当时对唐太宗的贡献 也非常大 他把李元吉姐给杀了 对 那你知道林烟阁二世工程 除了这几个比较有名以外 林烟阁二世工程后来到唐玄宗的时候 又立了一次 所以唐朝几个皇帝比较重要 尤其在乱世里面出英雄 那个英雄他就把它列为 林烟阁二世工程一直挤上去 其实他往后的朝代 还是有林烟阁二世工程 还有二十四工程 对 那你知道唐贤宗的时候更多 你知道这个高先知 高先知是一个高郭立人 有些朝鲜 可是高郭立人不是跟唐朝一直打仗吗 没有想到高郭立人变成唐朝大将 对 他是随他父亲一起投降唐朝 在唐朝长大 所以到唐贤宗的时候他就长成了 长成你又高先知是安息市政节度史 等于说唐朝在镇首西域有四个镇 他是总指挥官高先知 所以唐朝其实很重用服务人 他可以让一个西域这么重要的地方 总指挥官是一个服务人 你看其他一样 割书汉我们也讲过 李光碧 契丹人 割书汉是那个图杰 还有割书叶带刀的割书汉 对 割书叶大写板工刀割书汉 还有一个李世叶唐朝的末刀将 末刀将李世叶他其实他的祖先 是服务人的血统 因为他在唐朝生好几代在唐朝 所以有人说他是汉 其实他里面的血统是服务人的血统 所以你看他那个造型 服务人 高皮生木 服务人满脸的这一个人 还有安石之乱 平定安石之乱里面有很重要的人 叫普顾怀恩 普顾怀恩是铁乐组 西域这一边的人 所以你看这些人整个大厂 你可以看开国的 然后到唐贤宗的时候 稳定安石之乱 稳定安石之乱 稳定西域的 其实都是服务人 包括鲜碑的 包括图结的 包括甚至高勾立的都有 但唐朝人理解他们重用服务人 但这些服务人也真的为唐朝在卖命 而且你刚才讲的是说 中间一个非常特别 你非常喜欢的故事就是高先知 对 这个高先知我们刚才讲说 他是一个安息市政的一个节度使 我也喜欢他是他打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仗 那一仗叫小伯利之战 小伯利在哪里 小伯利我们看这个图 唐朝在这边 安息市政在安息在新疆克省这个地方 他一路往南往西走 这边已经是阿富汗 现在阿富汗的东南边 前面唐高中唐玄宗曾经派三次兵马 去演征这个小伯利 那这个小伯利为什么演征前面三次都兵败 其实他没有打仗就败了 为什么 你翻越不了这个帕名尔高原 帕名尔高原是最难攀越的三峰 对 你要攀越这个帕名尔高原 海拔6000公尺 最高的地方 平均还有5000公尺左右 你要翻越这个地方 你大惊要过去 过不了 过不了 那后来第四次成功了 第四次就是高先知带的 刚才讲高先知他是朝鲜人 朝鲜是一个天寒地动的一个地方 天然地动 他非常耐寒 对 他耐寒 而且他知道怎么样去克服这样的一个寒冷 所以他当时带了多少 带了一万兵 一万兵 里面有5000是步兵 就是我们刚才讲 李世叶 唐朝 末刀将 带了5000那个末刀兵 然后自己那个高先知 带了5000寄兵 总共一万 一万步骑 步骑这样一路走 走了多少 走了三个多月 走了三个多月 到这个帕名尔高原这个地方 问题来了 来到帕名尔高原的时候 已经八九月了 八九月我们以为是夏天 但问题 还是很冷 因为在高山上 海拔五六千公尺 它是中年积雪的一个地方 他带了几个没有 他就分成三路 他说有的那个路 狭窄的时候 你如果大京要过去 就分成三路走 分成三路 结果翻页派名尔高原 他说当时在派名尔高原的时候 那个冰封 冰封整个冰冻的一个世界 冰雪的一个世界 他到现在历史上 其实还是一个谜 怎么样 他怎么过去的 对 怎么过去的 这种雪地 雪深极西的一个地方 这个饮食水 沿涂会成问题的一个地方 你既然这样过去 就要打赢了 对 过去又帕名尔高原过来 才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联银堡 这个联银堡他很厉害 高先知当然打这个联银堡 联银堡是三面环山 东西南环山 北边这个地方有一条河 三面环山一面一面 这个河叫喷刺河 喷刺河是到夏天的时候 我们讲夏天恭喜最好 不会冬天面 不 因为夏天的时候 高山的血水 帕名尔高原 高山血水融化 融化那个滚滚下来 水都很冰 很冷 水又很穿急 你知道他们到这边 就要攻这三面 前来敲毙你攻不上 你只好选择北边这边 坐过喷刺河 渡河攻击 当时联银堡里面 里面这个小玻璃国的人 也大概有一万兵马 守在这边 那你知道高先知 他就选择一个地方 这也是历史上 一个很厉害的渡河攻击 怎样渡河攻击 他是凌晨三点渡河 那我现在看不看不到 第一个看不到 第二个凌晨三点是最冷的时候 这个就是在高山上 最冷的时候 尤其刚才讲那个喷刺河的水 它是血水融化下来的 寒冰 你渡过去的 蝎子湿的 衣服湿的 马鞍什么都湿的 对 你怎么打仗 那么冰冷的一个环境 你怎么渡得过去 怎么打仗 但他渡过去 一万兵马就是这样 包括刚才渡河与失业 对他们莫道兵全部 到现在实际上 大家一直在研究这个战役 是他怎么有办法去 克服这样一个恶劣的一个地形 跟天后 跟这样的一个渡河攻击 他进来 进来以后他凌晨三点渡河 到早上六点多的时候 全部兵马渡河完成 完成就直接从北面这边攻城 直接攻凌云宝 当时莲银堡里面的 守将守兵都还在睡大觉 六点多 他们想前面有喷刺河 那个水这样子喘急 又是冰水 你即使过来 都冷 都把你冷死了 衣服也湿了 袜子也湿了 蝎子也湿了 你根本不可能打仗 所以大家安心睡觉 结果没想到 他们那渡河攻击 爬上这个北面这个城墙 一进来的时候 小玻璃国的这些守兵守将 全部都慌了 所以进来 李思叶刚才讲墨刀兵 他们冲进去 才打他的那个所谓墨刀 唐朝大墨刀 一路开始砍 结果小玻璃国当时 一万人被砍掉七千 剩三千人投降 投降 所以才从小玻璃国这边 一路再往大玻璃这边攻 这边又有一个坦基林 也是一样 也是一个历史之名 坦基林海拔也将近六千公尺 他又是翻页了坦基林 去攻打大玻璃 两次打仗 为唐朝把这个小玻璃国 拿下来的就是高先知 唐玄宗的时代 他才能稳定的 跟阿拉伯对抗 跟土藩做对抗 后来甚至打扮土藩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高先知 他其实为唐玄宗时期 立下了汉马功劳 他其实也是一样胡人 而且是比朝鲜的胡人 好 那庄下 刚才看到就是 原来这些我们小时候 都听到的 林渊阁二十四工程里面 一般是胡人 而且在整个唐朝里面 最能打最擅长打仗的 都是有胡人的血痛 而特别是在武则天时代 武则天他在统领全国的时候 如果没有这个时候 胡臣翻将的支持 他没有办法稳坐将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